Hello 大家好 我是路易斯 今天上來小馬山 這裏是小馬山的小馬山橋 我今天上來這裏 試全新的甲譜 Cinelock 35 上次試是Cinelock 30 這次變成3.5吋 還有6S的供電 所以動力應該強很多 我可以放Gopo 10 上去 直接放上去飛 絕對夠力 這裏有很多電纜 其實都要小心點 起飛前我們看看規格 用的是F722-45A All-in-1飛鴻 Vista 圖傳系統 Catdes Luglar Pro 鏡頭 現在剩餘機身的重量是 236.6克 好心急 立即找個位置試飛 好 第一轉 我裝了XT60的深磚六瀉電 所以就要加一個 converter 由XT30轉XT60 萬一跌到山頭 綁在AIR ATAK 待會有什麼事 就可以搜救了 DJI的Gargo 我加了兩塊近時鏡片 上去 我玩的時候就脫眼鏡了 因為整天 如果戴眼鏡玩 眼鏡會滑下來 好了 看上去上面 很大 很大 CNLug 35首號 試飛的時候 風勢也不算弱 所以機器是有點飄的 好在飛機的尺寸都不算小 有3.5吋 所以影響都不算太大 配搭了Pro鏡頭 可以調整4比3的圖傳畫面 跟影相一樣 道理 鏡頭的CMoyce 出來的畫面就是4比3 16比9只是把上下 剪掉 所以現在調整4比3 才能看到整個圖傳影像的全面 由於我第一次飛 就不敢把鏡頭角度調到太大 所以現在鏡頭裡面 是看到機關的前面 而畫面左右上角兩邊 都是拍到鏡頭保護罩 跟歷代的Cinelog系列一樣 圖傳的鏡頭 依然是連著Action Cam的雲台 有幾顆避震球去幫助避震 這個設計可以減少了圖傳畫面 有Jello effect的情況出現 這一轉是用1300毫安的6Cell電 現在飛了8分鐘 才飛完一顆電 現在要降落 降落的時候 要看著天線的電線光 才可以 行動 有附近的電線光 在電線光 大陸上的電線光 很緊張 希望不要炒 夹好自己生產的1100mAh 6Cell電 好了,安裝後就是這樣 好了,現在炒電 接著,高部按錄影制 正在錄,4K50格 我衝上小馬山山頂 上到頂後,馬上衝回來 而GoPro10 我開了HyperSmooth 4.0 我們就看看CineLock 35加上GoPro10的電子防震 拍出來的畫面究竟夠不夠穩定 好了,說這麼快就到小馬山的山頂了 準備,現在衝回到山 衝回到山的時候,我嘗試把速度加快一點 好少 載著一部完整的GoPro 需要這樣高速撫衝 再即刻急速爬升 是需要很大的升力 CineLock 35一樣夠力做到 過來這邊隨意地圈圈圍繞飛 一樣靈活自如 先不要跟機靈活 就選擇下了 這部分也好 大跟機靈活 區域 拿到搜封 空洞 從於不來 改行 1100毫安的電池 現在飛到4分鐘左右就差不多沒有電了 所以現在回到起飛點附近 再一個圈就回來了 剛剛背著新買的Gopro 10 頭幾分鐘飛,心理壓力就大一點 但現在飛了接近4分鐘 對手機也很有信心 所以可以穿這些繩網陣 接近障礙物穿越也沒問題 信心大增 完全不怕 電量都用得7788 是時候降落 這台機我真的沒有買錯 背著個完整的Gopro 根本都不覺得有什麼負擔 我這個新手都一樣可以操控得到 上來試飛之前 我還打算會連Gopro大機一起炸機 好 今天這部Cinley Lock 35 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滿意我的測試 請你給個Like 和分享給朋友 還未訂閱的 現在就訂閱了 下一集我們再見 拜拜 3 1 2 3 3 8 看見下面有一步 看到Grab RC Grab RC在哪? 鑽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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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害怕,我先上去 因為有風浦在這裡,壓力大了很多 我先進去巨洞 先進去巨洞 我現在在巨洞附近 我去巨洞巨洞 有沒有人? 我去巨洞叫人 撞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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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一轉 一圈一圈 航頭都 整個雲台都 脫了出來 看看 損壞情況 扣電沒事 扣電沒事的 接著 航頭也沒有花 花了一點點 這裡整個雲台 幸好沒有扯斷 那條 鏡頭線 這個很簡單 上回去 接著 這裡 裂開了 3D Print 就是這樣 小問題